那这边的房型很适合不想要住连排别墅 但是你们的预算可能是在65万以下的小家庭 又希望有学区房的话 这个社区你们可以考虑 卖房子的小镇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奇诺 Preserve这一块 那我们知道Preserve这边呢 是属于奇诺这个城市里面 有学区的一个地块 那在这边的新房独栋别墅 很多都已经是要超过70万了 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高 然后你也不想要买连排别墅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房型是有一点折中 这个社区它有三个房型 那它三个房型的排列方式呢 跟我之前拍的在Rancho Cucamonga Lumen那个社区很类似 几乎是一样啦 就是它的一号户型是在最后面 然后前面呢会再有其他两个户型 那这三个户型的车库呢 会是在最后面那一排 这里的一号户型它是1550平方英尺 两层楼那它是三房两玉 双车库的 上一期的起价是56万 那这里的二号户型呢 它是1547平方英尺 那也是两层楼三房两玉 双车库 上一期的价钱是61万 那这里的第三号户型是1657平方英尺 那它是两层楼 它可以做三房至四房 那它的卫浴呢 可以做2.5玉至三个全玉 一样是戴双车库的 那三号户型除了基本款之外 它也有3X 所谓的3X它就是在原本的两层楼上面 再盖一个第三层楼 那第三层楼就算是一个很大空间的娱乐室 或者是bonus room 第三号户型它的基本款是61万8千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3X的话呢 就是从1600多尺变成2000尺的话 它的价位会到66万5000 那这边的房子它都是属于detached condo的形式 它不跟邻居连墙 可是它在产权上面也算是condo的产权 社区总共有123栋房 现在是卖到第四期 总共会有9期 也就是说卖了差不多一半 社区的HOA它是312一个月 在全部的建案建完之后 这的地税呢 会是在1.8至1.9% 还是有一些新区开发税的 那这边的房型很适合不想要住连排别墅 但是你们的预算可能是在65万以下的小家庭 又希望有学区房的话 这个社区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去看这三个样板间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可以趁这个时间订阅起来 那如果你是对南加州的房产买卖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打我的电话 我的LINE会在这边哦 Let's go 看房了 OK 好 那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社区它这边的房子呢 它的排列会比较特别一些 这个这样子的排列方式 我们在Rancho Cucamanga那边的这个Lumen 也有看过 基本上它是2号房型 3号房型 然后1号房型是在后面 他们房子本身呢 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虽然说靠很近 可是他们算是detached condo的形式 那我们先进去看 在这个两个房子中间 最里面的 那这边的123号房型都会是这样子的排列 1号房型它是1550平方英尺 然后它是两层楼的 好 那我们一进来呢 它基本上楼下就是一个车库 然后这边 这边是有一个挂衣尖 那车库的部分呢 可以给你看一下 这车库是双车库 那三个房型 它的车库都是在后面一排 等一下可以指给你们看 1号库型呢 是唯一一个车库直接进到房子里面的 其他两个呢 会经过先经过自己家的后院 1号房型它所有的 起居空间 所有的living space 都会是在二楼 那一上来 楼梯的 左手边这边会是它的主卧 在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它主要的起居空间 好先看这一个区块呢 前面这区块是 它客厅的部分 客厅它这边 因为你看这边窗子 四处都是窗 所以它的采光是不错的 在客厅的后面呢 这边这一个区块 就是当做它的饭厅 窗户还真的是蛮多片的 就这样看过去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一头 就是它的厨房 这厨房它有一个中档 那中档这边可以放两三个小椅子 这里是一整排的 上厨柜下厨柜 还有它厨房电器的部分 这户型它是没有pantry的 那这是它的sink 好 在厨房的旁边呢 这边有一个 Dalkley 一个二楼的小阳台 好 那我们先到房子的 另一头看 这边 会有它的 公用浴室跟两个侧卧 那这是其中一个公用浴室 单洗手槽 然后是有带浴缸的 淋浴间 那这边 接下来 是看到第一个侧卧 OK 警铃旁边的是另外一个侧卧 那主卧跟侧卧是分开两头的 那在主卧这一头呢 有它的洗衣房 然后才是它的主卧 然后才是它的主卧 主卧它的这个样板间是做这种 现在比较流行的 Barn door 这个应该是要升级的 那进入浴室之前 这边有一个上排柜下排柜 这里是它的 马桶间 开窗 然后这里是它的双洗手槽 那双洗手槽的一边 这里是它的这个淋浴室 踩光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在另外一边呢 这里就是 主人房的walk-in closet 走路式衣帽间 这走路式衣帽间还挺大的 几乎快跟刚刚看到的侧卧一样大 好 好那基本上呢 这边的 一号户型 它的Layout就是它所有的 起居空间 跟落室 都是在同一层 然后它的 车库呢 是可以直接 进到房子里面的 好那我们就去看下一套房 咯 我们从一号的大门出来 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好了 那这个社区呢 你是可以用 Preserve所有的 Facility 所有的这个设施 可是呢 在这个建案的旁边 它也会开 它也会建一个 新的Clubhouse 那这个Clubhouse 里面包括东西 也蛮多的 有篮球场 然后有gym 有游泳池 有这个 Dog Park 然后也有小孩子玩的 这个Playground 所以住在这边也是挺方便的啊 好那我们出来呢 在这一块 就是它的二号房型 二号房型它是1547平方英尺 然后它是 它是两层楼 四房 三玉 双车库的 双车库的 好那我们就 进去看一下 它前面有一个门廊 那这边就 进去看一下咯 好的 我们一进来 这是大门路口的地方 大门路口 这里 往 右手边这边走 这边楼下有一个套间 这个是楼下有套间的 这个是楼下套间的浴室 在浴室的对面这边有一些储藏空间哦 在楼梯口下的储藏空间 那往这边走 这个就是楼下的 这边就是楼下的卧室 这边可以当作 书房 或者是客用的卧室 蛮合适的 OK 好 我们回到大门这边 在这边是上二楼楼梯 那直直走呢 这边就是楼下的起居空间 好 前面这一块是他客厅的空间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概念 那转过来这里 这也是他的厨房 厨房也是带中岛的 然后这边overhand的地方 可以放几个椅子 这边一样是没有做pantry 可是他的柜子也是做的特别多了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Foreign Sink 这边的柜子空间呢 可以取代一些pantry的空间 在厨房的旁边这边算是这个房子的餐厅 那在这边就是属于这个房子的一个小小的后院 给你们感受一下他后院的空间 这样子 小小的 可是这空间是属于你自己使用的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这个房子他的车库 车库门 你车库是从这边出来 然后进去你自己的房子 接下来我们就去二楼 二楼他有三个房间 然后两个卫浴 然后再加上洗衣房也是在楼上 OK 好 那这个 因为他做成两层楼 所以楼上的格局就 稍微紧促一点 这边是他的过道的地方 那一上来的右手边这边 这里是其中一个侧卧 这边 稍微凹进去还可以当放一个书桌 然后一个 一个床 两个nice stand 这个侧卧的旁边是他的洗衣房 洗衣房被两个侧卧夹着 这边是另外一个侧卧的空间 适合小家庭 OK 那稍微给你们感受一下 跟邻居中间的距离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是 车库的那个structure 好 那 旁边呢 这边是 外面的公用卫生间 有双洗手槽的 然后是有带浴缸的 领浴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挨一个 一个挨一个 都是门 最后呢 在旁边这里是主卧 这里稍稍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你主卧这边看过去就是人家的客厅 那个是三号房 客厅 但是至少他不是跟别人连在一起 前面这一块是主卧的浴室 双洗手槽 然后是有带淋浴间的 这边是他的马桶间 这一块呢就是属于这个主卧的walk-in closet 好 那这个就是他的二号房型 那其实二号房型 他室内空间的大小跟一号房型差不多 而他是有分上下两层楼 那一号房型的话就是比较平面 所有的起居空间都是在二楼 那不知道说这样子同样的大小 给你选的话 你会比较喜欢一号户型 还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二号户型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好 那我们就去看 这个社区的三号户型 Let's go 前面 这个建筑物呢就是这个社区的三号户型 那三号户型他基本 是1657平方尺两层楼 他可以是三房到四房 然后再加一个垫 那浴室可以是两个半浴室到三个浴室 一样是双车库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咯 我们从三号户型这边进来呢 这就是他大门的地方 大门的左手边这里是上二楼的楼梯 那在右手边呢这边是一个店 一个楼下的书房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升级把它做成一个卧室的 这里是他的挂衣间 那如果下面升级成卧室的话 这个原本的 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全浴 这样就变成说楼下 开了有个套房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继续走下来 给你们看一下他楼下的起居空间 那在这一面呢 在这一头就是他客厅的部分 整体上楼下的空间有比二号在稍微在开阔一些 这边是三号户型的厨房 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有 厨房的储藏室了 你这些柜子做好的话 能放的东西还挺多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户型的厨房 一样有中岛 然后这应该是要加钱的 做这种waterfall 比较美观的这个台面 好那厨房的这边呢 就是他的餐厅 餐厅的旁边是一个到后院 也是到你自己车库的一个拉门 对面那边就是二号的后院 这边是三号的后院 后面有看到这个是房子本身 然后后面这个呢就是garage 车库的建筑物车库上面 所以他车库上面是一号户型 有一些人会比较忌讳 他不想要在这个人家的车库上面 这是属于三号户型的自己的车库 停完车然后就从后院这边 走到自己家里面 好的 基本上他楼下的空间是这样子 那这边小镇提一下 他的三号户型他也可以做成3X 所谓的3X呢就是 本来是两层楼加第三层楼 然后楼上是一个bonus room的空间 这是他楼梯的走道 这一块都有开窗 所以会稍微明亮一些 然后一走上来呢 这里有一个可以放side by side的洗衣房 洗衣间 过了洗衣间之后 这边 是其中一个卧室 那卧室这里 有一个Jack and Jill 公用的卫生间 是在两个侧卧的中间 这两个侧卧可以公用这一个 浴室 好 这边直接通 下一个侧卧 那有一些看小镇视频的人会问 哇像这些都没有门 这样好像不是很隐私不是很方便 那像建商在样板间通常这个门呢 先不会放上去 这样子是一方面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大一些 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不会让客人要这样子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的 好那我们从这边出来 这个是我们刚刚上来的地方 走廊到底呢 的另外一头 这里就是他的主卧了 好这边就是他主卧的空间 3号主卧的空间更舒适一点 可是呢 旁边还是对着人家的窗 虽然说他的窗是有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 稍微暗一些 那这边是主卧的浴室 淋浴间 然后他洗手台的地方 双洗手槽 主卧是衣帽间 好的 像这样子的房子如果是挨比较近的话 可能就是要放像这一种 可以透光 可是又让人家看不到 房子里面的这种布帘 窗帘 OK好 那今天 在奇诺这边的学区房 就看到这里 这边比较适合这种小家庭居住 这边价钱是目前是56万至66万左右 那如果你是对今天的房子有兴趣的话 欢迎跟小镇联络 安排看房 帮你放到VIP的list上面 那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的话呢 不要忘记 先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个赞 你朋友有需要的话 可以分享给他哦 我们下一次见了 拜拜